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開心有一次回到自己的家 傅英九就是我們的家 多謝弟兄姊妹為我們祈禱 沒有你們的祈禱真的搞不定 這次超級大挑戰 在過去這兩個星期服侍 也很感恩 神給我們很多很有才能的弟兄姊妹 特別多謝歐曉雄弟兄 Alex負責跳舞的弟兄姊妹 他們讓我們早幾天 在十天的時間內訓練幾十個小孩 能夠在一個很困難的狀況下 將一個平日人排幾個月的舞蹈 都能夠完成 當作未信耶穌也可以向他們傳福音 所以特別多謝Alex在我們當中 代表我們教會一起出去服侍 張志恒弟兄也多謝他 就要抽時間對方邀請他 去作見證 他們都安排了時間去做見證 這次我們去到 還有一個不是我們教會的姐妹 是回到中環講英文教會 叫做衛斯 我們一行幾六個人 去做報道會 做夫妻營 我不需要人也帶領 他們幾個青年人 和我們的同工Koy 特別幫助我們 做了很多非常艱辛的聯絡安排的任務 一落機第一天 他們給了一大堆的信息給我們 怎麼行程 然後說了一堆事情 咦 我們這次 他們這間教會也有三百多人 租了一個一千六百人的場地 差不多全滿有八成的人都是未信耶穌的 嘩 幾大挑戰 感恩 一坐下來 他跟我說 這個地方是政府地方 我們說政府地方 那是怎樣 政府地方不可以傳福音 不可以說耶穌 不可以呼召 我們來做報道會 不說耶穌說什麼 接著不准呼召 他們那些去唱歌、去跳舞 不准呼召 我去做什麼 不如你搶我吃垃圾 外出了 嘩 很大挑戰 他們說你們每一個字 然後那個負責人說 除了腰斬你的節目 因為這個地方 一樓 教會也不敢用 這個地方 因為太多這些限制 但因為他們的價錢也很好 時間也好 很難得用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都很惆悵 坦白說 我第一晚 我們自己九日夫婦營 由二十九到七月一號 我完了七月一號之後 七月二號馬上飛過去 一下飛機 那一晚都睡不著 聽他們一大堆東西 看著怎麼辦 什麼都不行 他們唱歌 唱歌 跳舞不用說話 我們這些負責說話的人 又不說話 後來跟他們聊天 然後就祈禱 一直說 那些藝人說見證 就說自己的故事 Sheron就說唱歌 說故事 我還可以 說說故事 還可以 那我繼續說 那我 不如我都說故事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小時候 聽到別人 跟我說關於聖經的東西 行不行 他問一問 長地負責說 那也行 只要你不說道就行 我可以 我不說道 只是說我聽到別人 說聖經的東西 那行不行 那也行 不過不准呼召 不准呼召 那怎樣跟他聊 那好吧 那不呼召 就不呼召 那我最後 說完 我聽到別人 聖經話的東西之後 就問一下 現場有沒有跟我 共同經歷的人 仰下手 如果有那麼長的經歷 或者未有那麼長的經歷 不過我看得不清楚 不如你起來 讓我看看清楚 你在哪裡 好嗎 那行不行 都可以 如果站在那些 或者他們想有興趣 就多點 我們找一群人在前面 叫他們下來 我們給他們一些指示 可以嗎 即是呼召會出來 全部真的要這樣 所以 你不是很擔心 又怕自己說錯話 我們還不是說廣東話 還要說英文 又說普通話 你明白嗎 整件事對我們來說 真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那幾天真的 我看得不太好 完了之後 我們去了一個呼呼營 哇 在呼呼營裡面 有另一個挑戰 呼呼營也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 新加坡的邊境 叫做新山 座荷罷烏 除了新加坡的人 還有馬來西亞的人 過來 又是 去年只說英文 已經一日漢 今年他說 有些人只會聽英文 不懂聽普通話 但有些人只會聽普通話 不懂說英文 又是全部要職場和商 兩個人 又要相語和翻譯 整件事很難 但最大的挑戰 有一個叔叔 一來到他說 我被騙了 不是的 我兒子 他說來這裡度假 來上課 你們搞什麼 那位叔叔 是全個夫婦營裡面 年紀最大的 坦白說 整個夫婦營裡面 有20對夫妻 只有兩個年輕人 我和小人姐 全部都是哥姐 炸營那個 叫分33年 是全個團隊裡面 年紀最大的 哇 他一說一句 很有氣勢 特別是傳統的中國人 我心想想 這次大波 除了他之外 還有一些未信耶穌 還有一批 玩失蹤 報告名不來 後來我收到電話 有些人說 他們倆今天罵大交 那晚開始 夫妻營不出現 罵大交 第二天才來 那位老公和老婆說 我給你一個鐘 他給他一個鐘 兩個坐在前面 背部對背部 整件事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感謝神 所以我們靠祈禱 所以謝謝你們 我也收到一些 電影節目的WhatsApp 三位師 我紀念你們 說你們要祈禱 你知道嗎 這些話對我們很重要 特別在我們超級無助的時候 除了自己祈禱 我們有一群香港的電影節目 你們紀念一下我們 一起 我和你們一起去 你知道嗎 一起代表香港本教會 哇 完全是 我們都想 其實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即是說話 還要討論 還要討論 到最後 那兩個人 在背部對背部 說來一個鐘 到最後 在一個想不到的場合 老公突然彈起來 說了一群感人肺虎的說話 流了眼淚 到最後抱著 出營 然後結婚33名的阿叔 說被人騙了 最後我就叫大家領聖餐 這些事情 做兩夫妻 很多恩怨情愁 不如我們在十字架面前 抹掉一切的恩怨 不過靠別人也是做不到 要靠耶穌的補血 你們是否願意 阿叔 第一個衝出來 因為他坐第一行 第一個衝出來 拿餅和杯 我也害怕他 搞錯 阿叔 這些是基督徒做的 你叫我相信的 我可以拿回去回去 待會再跟你祈禱 信耶穌 然後很感謝 然後出來講見證 真是活該 我十五分鐘前 做了人生最重要的決定 所以很感動 看到生命的改變 亦都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真是 多謝你們的祈禱 亦都真是發現 在人不能 但在神怎樣 凡事都能 我們給我們掌聲 好嗎 是的 所以很感恩 暑假 就是積落了很多福音的債 除了剛剛去新加坡 我接下來在八月初 有我們的巴黎復興教會 有我們要去羅馬 有些人服侍 跟我們巴黎復興教會 一起去 接著會去雅典 做一個牧者退休會 雅典 比較特別 有170個牧師 在全歐洲聚集 九成以上 我想想 都是對聖靈充滿不開放的 都是超級保守的 那你會問 請我去做甚麼 是嗎 但因為過去幾年 我們很神的恩典 在歐洲的服侍 看到門打開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我們跟雅典去十四天 從頭到尾 但有十五場聚會 對 未算是中間坐車的時間 雖然有人請我和雅典 去坐那些郵輪 在地中海 但很可惜 我們是去不了的 所以紀念我們 這段日子 正正是這些 有些呼吸的行動 所以大家都討告 也紀念我們有一群青年人 今天在嶺南大學 有三四千個青年人聚集 有一個營會叫Gayway 可能當中 不知道是否有人去過 Gayway 有三四千人的小孩子 就在一起 去奮興為主 接著在星期五開始 他們就會有一個團隊 我們教會的一群青年人 去廣西藏族的農村 一些孤兒院服侍 可能我們中間有些人都去過 一個孤兒院 所以也紀念一群青年人 另外有一個小團隊 就會去溫州的教會 都是我們的青少年 在暑期的短孫 大家記不記得 年頭他們不是籌款 做很多事 討告 他們現在就出發了 所以請大家 紀念我們教會 下一代的青年人 願他們興起 可以為主作供 好嗎 多謝你們 我們的討告大有功效 我們是一間宣教的教會 我們一起在神的國度裡 我們可以被使用 並且我們是全個教會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 他們都會來跟我們同工 有不同的人 因為我們出去的緣故 他們來到香港 跟我們入中國大陸 一起去建立更多的教會 所以願神借著我們 本教會去高舉主耶 是蘇基督的名字 好嗎 就跟你教我講 你是一間宣教的教會 你在參與一間宣教的教會 很重要的 要宣教 好了 在我兩個星期前 就講了一段的經文 就是馬大芳五章第六節 登山寶分八幅裡的第四個幅 我們一起讀一讀 飢渴無異的人有福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我上次講了上半段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經文 就是這裡 神造萬物 國安其事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人的心裡 這個永生解做永恆 即是說 飢渴無異 上次我講了很多 就是有一種的東西 在我們裡面 就是有一種的渴 神聖的慾望 是神聖的不滿足 就是要神 除了神之外 沒有東西可以滿足 金錢 愛情 世上一切的名 你發現 所有東西到最後都滿足不了你 因為上帝擺了一個渴求 在我們的心裡 等於我們 找不到神 不可以的 有個孔孔 只是神才可以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一個經歷 就是不記得帶鑰匙回家 試過沒有 如果你去到你家門口 沒有帶鑰匙 那怎麼辦呢 那你當然是找家人 但是突然間你鄰居回來 喂 你沒有帶鑰匙 對呀 我手上有一抽 拿去用來 看看合不合用 有一個合不合用的 不合的 就算你全層樓的人 把所有的鑰匙都給你 都合不合用 不合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鑰匙洞 只是匹配什麼 有一條鑰匙 原來上帝就做了一個這樣的鑰匙洞 在我們裡面 在我們 他做我們 已經有將這個的永恆 安置在我們的心裡 唯有他進入我們的生命 你會發現整件事不同 就得到滿足了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上帝將一個洞 在我們 我們發現賺到錢 追求這些 所有事情 可能過了一個短暫的快樂 之後你發現裡面 還差點不知道什麼 這個我們叫永恆 所以神就將這一樣東西給我們 所以我們說 機渴無異的人 就有一幅 上次我們說到 有一種異 就叫文是法製作人的異 對吧 但我們要追求神的異 這些是上次說的 這個羊在我之上 但有時候 這個羊很小 那個我很大 但是最重要 就是羊要顯大 那個我要小一點 要背起十字架 要寫幾 這個就是上次的 所以不說太多了 救恩的四部曲 我講到這個異 這個異 這個異 上次如果記得我講 異有三個解釋 就是公平公正 和正直 就是一個司法的公義 這個異 不是我們自己造成的異 是耶穌基督 來到這個世上 將律法來成全 舊約不是說律法的 有很多規條 很多人覺得 信耶穌很艱難 或者很不容易 因為好像很多事情 A人不能做 B人不能做 信耶穌不准打麻雀 信耶穌好像這麼多人不能做 不過我遲些才相信 覺得好像很多規矩 有沒有聽過這些 剛剛我搞完夫婦Camp 搞了兩次 都沒試過十天 搞兩次夫婦Camp 真的 第一次 很大的挑戰 跟有些人聊天 其實跟愛情很有關係 有些男人 私下跟我說 我們以前覺得 戀愛是墳墓 結婚是墳墓 好像結了婚 整件事好像 無自由 殺自由 那些 痛哭上心 眼淚流 就是這樣 有些人覺得 婚姻好像是這樣的 但當他們去完夫婦營 他們發現不是了 原來婚姻不是 我想像中這樣 最神跡就是 我剛剛有個姐妹 她結婚了39年 今年跟她老公 39年 孫子也有 她老公是極傳統的 中國大男人 去年去夫婦營 就出現了一幕感的情境 我們在夫婦營 內容不能說 我們夫婦 會面對面說說話 那樣的狀況就是 姐姐在說話 老公在說話 姐姐 這個姐妹 是說話比較 大聲 比較激動的人 她老公是溫文 不是她怎麼說話的人 所以姐姐覺得 這麼多年間 她老公好像 都不表達她對她的愛 三十多年都不表達她 很可憐 姐姐一入夫婦營 當然很愚緊 想鼓勵老公表達 人人都甜甜蜜蜜 老公就在那裡 沒什麼出聲 她說 你知道嗎 那些呢 眼睛又看 他們站著說話 那個浸禮池 那裡就是 炸了一張牆 他們兩個一邊聊天 姐姐不停說 叔叔不停退 一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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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她的情景就是 她靠著牆 這樣 我也很擔心 她們的婚姻 但誰知道 今年我去到教會 有一刻見面 這位姐妹就衝著我 跟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也生了一個嬰兒 已經三十多歲了 哇 哇 Pasar Samuel 就是劉牧師 哇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 去年突然間變了 第二個人 很浪漫 現在外出會拖手 出門口 每天擠了我一口 哇 她好像變了 哇 現在我的女兒 哇 我的女兒 哇 看到她的爸爸 好像整個不同了 這樣 哇 結了39年 哇 聽見她說 我眼淚也想流出來 就是重拾那種的溫馨 接著我問問哥仔 哥仔 怎樣 我以前不明白 原來現在知道 愛老婆很容易 因為我教了她一招 你說 想自己在家裡做皇帝 只要當老婆是皇后 那我就活過帝王的生活 那我現在真的覺得自己是帝王的生活 因為我當老婆好像皇后 每天疼愛她 哇 原來很容易 那我以前覺得結婚姻很多麻煩 大家覺得婚姻很自由 在這個愛裡面 其實什麼限制都沒有 哇 哇 阿叔 你終於進入另一個境界 他說 是呀 我覺得現在重新開始 哇 好像挺開心的 阿叔叔就說了 其實你想想 信仰也是這樣 信仰就是 其實我們信耶穌不是覺得很多弱束 信耶穌是一個很大的自由和喜樂 就是因為我們選擇愛耶穌 愛到我們覺得寧願為了耶穌放棄世上一切的東西 同不同意 就好像你為了愛一個人 是啊 就不是為了一棵樹放棄一堆森林 而是你找對的鑰匙 是嗎 你找到你的愛人 哇 所有東西都不重要 這個最重要 是嗎 我們找到耶穌 覺得為耶穌 自己限制自己 就是我為了我所愛的太太 我的丈夫 我不會再在外面捻花東西 是嗎 這個不是限制 這個是愛的選擇 這個不是犧牲 不是艱難 有一種愛的祝福來的 是我進入一個 我已經有最好的 不需要其他東西了 明白嗎 原來我們在耶穌 在神裡面 我們都有這種的滿足喜樂 原來這種的義 飢渴無異 原來我們在耶穌 在神的義裡面 是有這種的自由 我們明白 我們活在律法裡面 但我們不是被律法約束 我們是自己在駕馭這些律法 我們樂意在律法的藥裡面 但這不是約束 這是一個的守藥 這是一個約定 明白嗎 這不是一種你覺得很限制 好像很多約束 而是跟神有一個約定 而在這個約定裡 是你快樂的 在這個約定裡 是你喜樂的 所以願意神幫助你和我 在我們的熟靈 我們上次講到二 有些補充 有四方面 第一個就是 我們講到虛心的人 代表我們的成形 靈女貧窮 哀動的人代表我們的奧悔 溫柔的人代表我們真正的悔改 神 God control strength 飢渴霧義的人代表我們 一種重生的經歷 可以被神重生的毛做 我們叫救恩的四部曲 在這四個層面裡面 所以飢渴霧義的人有福了 因為她們必得 飢足 不如再倒一字 飢渴霧義的人 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 飢足 叫我所說的 飢渴霧義的人有福 因為你會得飢足 告訴鄰哥 飢渴霧義的人有福 沒錯 會得飢足的 今天主要讲下半节得饱足 饥渴的原文很简单都是饥渴 公义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 饱足的意思是我们填满到一个地步 没有东西可以再放到肚子 饱到好像完全填满了 我想用两节经文是耶稣讲的 有时候人们都不太理解 耶稣说怎样得饱足呢 第一,祂说你要吃我的肉 永活的腹怎样撒我来,我又因腹活着 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耶稣说两件事 第一,祂说你要吃我的肉 其实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段经文 明白不明白耶稣说的什么 什么叫吃我的肉 耶稣是那些食人族 耶稣是这么暴虑 要人吃祂的肉 耶稣是否那些喜欢玩自残的人 那个时代不流行戒手 不过你吃肉 咬我吧 你越打我就很快乐 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耶稣叫我们吃祂的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 有没有思考过呢 为什么要吃祂的肉 其实不是这么难解 首先,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祂本来是神 祂拿了人的样式 落到这个世上活给我们看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 或者我们在神学上有一个名词 叫耶稣这种 从天里面降世为人 我们就叫做什么 肉身 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就是活出给我们看 祂就是神 所以祂就是这种道 是一种永恒的生命真理 成为了肉身 become fresh 成为了我们能够捉得到摸得到 这种肉 所以耶稣说 你不单单要听 你听到我说的话 你们好啊 你相信我 是被猜来的 也好 但不单止听就是信 你们甚至去到一个地步 其实正在用比喻了 要将我的肉 吃了入肚 道成了肉身 就是说 你要将我好像一个肚子 扔了下去 吃完之后 你吸收成为你的能量 明白吗 是的 我们吃了一个牛肉 哇 接着成为一种蛋白质 成为我们身体里面的一部分 是不是 不单止只是过一下口腹 哇 正啊 这个什么花膠 哇 好爽啊 好正啊 不是只是过一下口印 因为里面有些什么 骨胶圆 吃完之后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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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好些了 其实我们讲的是里面的维他命 里面的好东西 是被身体充分的吸收 那件事 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身体里面的什么 一部分了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耶稣讲的 你要吃我的肉的意思 就是说 要完全全的吃了下去 吸收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再不是只是 你觉得好而异 那些人说耶稣 你说的那些好啊 那好是跟你有份 两回事 明白吗 明白吗 你听见那些东西很棒 好像今次这样 我们在马来西亚做夫妇营 下午做了一件快乐的事情 他们买了80个榴莲来开给我们吃 香港我们一般是吃泰国榴莲 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吃榴莲的人 马来西亚的榴莲和泰国榴莲差很远 你知道马来西亚榴莲的品种多到嚇死你 什么叫猫山王 有没有听过猫山王 有没有听过熊虾 有没有听过101 有没有听过XO 有没有听过D24 D24千万不要吃 很差的 今次开了三种 101 哇 干身一点的 试完这批好了 拿开喝口水 吃几个山竹 接着再拿口 第二批拿来 这个叫XO XO 如何是cream一点 如何是大舊一点 白色一点 浆口一点 吃完再清台面 再喝水 第三个人来试红酒 品酒 第三个叫做红烤 Red Plum 在中间 然后两种中间 又不是太苦苦结结 有些是甜 哇 这种的感觉 简直是个人 但是不喜欢吃榴莲 那些馬上走得很遥远 但是其实我说了这么多 你不试过 其实你不太明白 你明白吗 你听多少 都是听的 和你真的去品尝吃下去 自己试过是两回事 你明白吗 所以耶稣就是这样的意思 祂说你要吃我的肉 你不只是听我说的道 你要把我 这种信我 是附差来 信到一个地步 就是你要把我吃到肚子里 哇 鼎姐妹 你要吃耶稣 你不要觉得 哇 这么大胆 冒犯了 但是耶稣就是说 你真的要吃我 要把我吃到肚子里 不单止这样 你还要喝 好像说你要喝我的血 人若学了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学 我所赐的水 在腰脚里头 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耶稣说 你喝了我 我就要成为你里面的唯一的满足 吃我的肉 一信我到一个地步 你把我完全的嘴角吞下去 消化成为你的一部分 你喝我 喝到你的生命里面 成为你完全的满足 所以我们说 饥渴无疑的人 有什么 有福 就真的有一种 要耶稣到一个地步 要神到一个地步 什么都不重要 我情是要你的 所以我们说 这种神圣的不满足 不知道大家 在信仰的历程里面 特别那些信耶稣 五六七年 十年或以上 那些 越信得久的那些 我觉得今天的信息 要挑战我们 要回到属灵的饥渴 好想 好像觉得自己不够 好想认识神多些 是啊 因为这里说 在这种的满足 没有东西可以代替 他说 在你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有什么 永远的福乐 有时候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这里说 我们把耶稣放在我前面 因他在我右边 便不自摇动 有时候我们会被动摇的 有些东西会动摇到我们 你发现 咦 我们的工作 有些状况 我们被动摇了 哎呀 身体有些毛病 我们死了 会不会这样的呢 哎呀 最近这里有阴阴痛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事 哎呀 这里 忍着忍着忍着 死了 常常觉得心跳心跳 是不是心脏病呢 特别到了我们这些年纪 是啊 这里冤了冤了 哎呀 我是不是神石呢 很多事情想的 是不是 不知道 这些问题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失眠 做什么 人有很多时候 生活上的事情 又会动摇到我们 听闻我同事说 公司这段时间不太行 糟了 工作还不保不住 又会动摇 很多事情 都会动摇到我们 但是呢 正是说 我将耶和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就不会被遥动 使得我们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都安然居住 我们的肉身要安然居住 身心灵都有一种安乐 有一种平稳 那种满足 在这个世界上 移动不了 即使几大风浪 哇 十几级台风 地震 但是你发现那种 喜乐满足 移动不了你的 为什么 中间说 因为你必不将 我的灵魂偏在阴间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要到一个地方 叫乐园 基督徒我们知道 我们所谓信耶稣有永生 什么叫永生 就是当我们有一天 我们会复活 要遇见主 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今天 死了我们不会落阴间 我们会在一个地方叫乐园 阴间是那些 可能要被定罪 等待审判的人 去的地方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柳槐 我们是神的圣者 耶稣就是圣者 他是第一个初属的果子 他是第一个复活的身体 不流坏的身体 但我跟你呢 是跟随着耶稣的 所以 这里的圣经 告诉我们 我们将耶和 华拜批 我们面前 我们就不用怕 令到我们有满足的喜乐 永远的福乐 Amen Amen 哇 会不会很快的 是啊 因为后面有八点 所以要快点 所以在你面前有什么 满足的喜乐 真正的喜乐 这个世界拿不走 真正的福乐 在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可以代替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饥渴无疑的人有福 原因是我们不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个饱足 不是吃了薯片就吃不下 正餐 什么是我们属灵的胃口呢 我想接下来用八点东西 很快去看看我们属灵的胃口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的属灵的胃口 什么叫移 什么叫饥渴无疑 如何才有饱足呢 以下八点东西就帮助我们 回到那种的渴墓里面 让我们真正有喜乐 真正有福乐 让我们如何将耶和华 放在我们面前 这句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将耶和华 放在我面前呢 就是这八点东西 就是帮助我们 能够重整我们属灵的生命 如果以下来读到这八点东西 你会发现我差点 待会散了会 请来到前面 站下肚子 更生一下自己 特别是我们要查一下 好像大家做身体的body check 查一下胆固醇含量 血脂 这八点就是类似的 查一下你的糖尿 看看你能不能够 不过不行 不要紧要 祈祷有得够 今早上我们回到一个姐妹 她就是 我们刚刚有个姐妹进了医院 有个西人 即是说中文 Wendy进了医院 有身体有事 然后全福音位在我旁边 哇 这个姐姐 糖尿指数爆灯 医生说 不知道要做手术还是怎样 祈祷两天之后 糖尿指数爆灯 降到正常水平 医生客癌了 不用做手术 所以第一堂回来 所以神很棒的 荣耀归主 Hallelujah 那八点 你抄下它 抄下它 可以吗 第一件事 渴慕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真神 第一件事 我们要渴慕的 不仅是回教会 我们不是有一个宗教信仰 我们是一种的关系 一种跟神有的关系 是 一种好像我们去到一个干渴 皮佛无水之地 好渴慕 神要你 什么是要你呢 要父神 要耶稣 要圣灵 这个 在神后里面有三个位格 神有三个位格 我们最后要回去见的就是父 圣经是这样 人因为犯罪 是和父分隔 旧圣经一直是说耶和华 和人有关 但因为人的罪和父分隔了 所以神就猜猜 独身爱子耶稣 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道成了什么 肉身活给我们看 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 是将人和神的关系复和 是不是 但是时候好像还没到 他回到天父右边 所以耶稣其实现在在哪 知不知 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所以他就猜猜了谁 圣灵 就是保卫师 所以在教会 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时代 就是圣灵掌权 为了预备你和我 预备教会 迎接耶稣的再临 行不行 所以我们 叫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 圣灵时代 教会时代 恩典时代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我们要朝见耶稣 行不行 耶稣的再临 这个我们现在 整个教会 我们信耶稣 为什么不立刻 马上就一信耶稣 之后 断气 我们就回天堂 其实我们是要继续预备我们的生命 去迎接耶稣再临 行不行 好了 当耶稣再临了 可能有机会 我们活着 见到也未定 可能有机会 我们见不到也未定 不知道 但是当耶稣再临 那些什么 哈米吉多顿大战 和仇敌 什么 启示录说的 什么七人 最后 末后的大争战 大灾难 接着到千禧连国 有没有听过千禧连国 千禧连国就是那种 德性的圣徒 和神一起掌权 和耶稣一起掌权 去治理这个地上 那些 有一千年的时间 接着那些 假先知 敌基督 这些全部 立刻就输了 击击了 就扔了下去 这个火壶永死 但是 撒旦的龙 就未死住 被囚困了 在毛底坑 一千年 一千年之后 这个撒旦 就会被释放出来了 接着耶稣基督 第二次 杀败了这个撒旦 第二次 一千年之后 这个撒旦 就会丢在火壶里面 永远的死亡 这一千年 为了什么呢 两个目的 第一 人 还会不会有机会犯罪呢 你认为这一千年里面 没有撒旦 你今天和我犯罪了 最坏是魔鬼 不关我事 夏娃是阿当 阿当就说是蛇 不是 阿当就说夏娃 夏娃就是蛇 大家不断赶紧 为什么你这么软弱 不关我事 魔鬼引诱我 不好意思 那一千年没有魔鬼 这个因素 他被求 人在那一千年里面 有没有自己的骄傲 有没有自己的软弱 有些是中间过渡了 今天不是讲启示录 但是这个很有趣的东西 绝对是天空之城 再加阿凡达的圣经版 因为真的 那个新耶路撒冷 可能不在地上 可能在天上 可能有一个属灵的管道 因为到时候 有一些是用肉身生活的人 有些是灵体的生活的人 就好像耶稣 復活那四十日 耶稣是灵体可以穿墙过壁 但有些人生生 要吃饭 要烧烤 要吃鱼 那些肉身的人 同时出现的 就是这一千年了 所以这一千年很有趣的 如果你不太明白 请你上回去 復兴教室 上网读回那十二堂 我们已经讲完了 好了 为什么我们跟 圣父圣子 圣灵都有关系 因为这一千年是预备 我们再一次回归 回去父神的怀抱 新天新地 天堂 在一千年之后才出现 原来我们所说的 上天堂 不好意思 不是立刻的 要到一千年后 那一千年还要看 我们会不会软弱 还是什么 应该不会 我们得胜了 在地上那些 是肉体 肉身的人才会软弱 我们才会见到父神 所以圣灵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跟他有关系 到耶稣回来 我们跟耶稣有关系 一千年 到最后我们跟圣父有关系 行不行 所以我们要渴求 跟父子 圣灵 一个三一 神的关系 Amen 哇 行不行 Amen 是不是好像很深 说这些 你听不明白 跟父有关系 父神的光照亮我们 圣子有关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 跟圣灵有关系 祂是我们的保卫师 所以我们说 要与圣灵是什么 同工 要活在什么 真理之中 没有圣灵 我们活不到在真理 所以我们真的要靠神帮助我们 第二 好了 怎样不得饱足 第一就是与父子圣灵 第二是用什么 开慕 神的话 每日读 重读 思想 明白 成为内心的价值 宣告 并进行 就要爱慕那 纯正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 爱慕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 以致得救 所以这就是说到我们熟灵的成长 我不知道大家说的 耶稣有多久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又成长了 有没有觉得自己又成长了 有没有觉得自己又成长了 真的好 刚刚我看到的B仔 我和Banban去大厅教会服侍 看到一个BB 哇 四个月大 多可爱 我最近听见 不知道谁说 有个BB 很胖 八九磅 出生 你听见人的BB 八九磅 你觉得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应该健康 恭喜他还是不恭喜他 当然恭喜 但一年之后 你会看到 那个夫妇跟你说 这个BB多重 都还是八磅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咦 可能有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一个成长 是自然还是不自然的东西 很自然的东西 我刚刚去到新加坡 好像很忙 昨天和Banban出了街 下午有点休息 跟他出了旺角 然后在旺角 我就拖着我儿子的手 挺好 13岁都还在我拖 还在旺角 对 但是一拖下去 发觉不是很对路 这么大只 你的手 然后认一认 哇 比我的滴滴 一个月之前 他还没有伤人那么高 但现在已经高过伤人那么多了 然后我就突然在旺角街头 就跟他说 哇 儿子 你吃什么来 这么厉害 我们吃饭 吃饭当然高大 有什么奇怪 他这句话又说得很对 你明白吗 成长应该很自然的 你有吃东西就会长大 你没有吃东西就不长大 Amen 所以有些基督徒我们要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 一段时间觉得 我都很软弱的 我都不行的 侍奉我未够班的 我不行的 全福音我也不会说的 如果以下这么巧这些说话 出自这么巧大家 这么巧某个情况说过 就要灰改了 没有另一条路 不应该的嘛 就是你不应该觉得 就等于我问我儿子 为什么你高大了 哇 是呀 是呀 要验一下新鲜 查一下他为什么我会高了 有些不太正常 不会的 是不是 我在新加坡打电话给我儿子 突然间 在家里挖多了个脑 喂 喂 你是谁啊叔叔 我没有打坐 学人变声啊 哇 大哥 那是很自然的 当然我已经 所以我经常 在去年已经录下了去弹吉他 唱歌那些了 我有空拿来看看 跟我经常出车的那些人知道 我经常拿Katty Bang Bang 那些幼稚园那些视频 我经常在看 是很怀念他们的嬷嬷那些 就是人类长大的 所以我很想鼓励大家 要渴慕神的说话 唯有神的说话 令到我们属灵里面成长 我们爱慕父子圣灵 爱慕他之后 就会爱慕他的说话了 行不行 所以我很想鼓励大家 每天都要读圣经 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对神的说话 没有了那种渴求 好像不太想读圣经 或者不知为什么 一打开圣经 就觉得眼皮很重 是啊 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状 稍后社会又要出来 谢谢 那些肯定是差点东西 等于我们呼呼CAM 哇 写情信了 我们这次 我真的很感动 我发现新加坡人 和香港人不同 哇 他们淫私作队 哇 写一些情书给自己的情人 然后我问过 有一个人 你多久没写过这些? 没有啊 不是很久了 30年没做过 哇 几分很久没做 我就逼他们写 写情信 还要写 不可以打WhatsApp WhatsApp那些 弄两个公仔扮东西 代表不行 要写 然后有个人 哇 写了一首歌给老婆 哇 冲出来 拿着其他唱歌 哇 哇 即是我们马上输了 然后有个人 还买了一只鑽石 还是水晶颈 给老婆 然后被一群男人 骂他 说是做难事 就是 我们对一些事情 很久没做 因为可能没做那种动力 但我求主帮助你和我 因为爱慕父子圣灵 我们爱慕神的话 我们对神的话 我们有兴趣 我们想听他说话 神啊 你究竟想和我们说什么呢 你是怎样的呢 透过神的话 要帮助我们 还要渴慕神的爱 成为原动力 有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看好吗 一二三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赎 属灵的恩赐 这段的圣经 千万不能搞错次序 什么先走 爱先还是恩赐先 爱 所以一定是有爱先的 追求爱 原来爱就是动力 我们经常说 我们爱神的人 你忍不住 要侍奉 侍奉 不一定是爱 有爱就一定是侍奉 记得我经常说 你家里的非荣 印荣姐姐 都服务你的 但她服务你不代表 是爱的 她都服侍你的 煮饭洗碗 对不对 只是想你出粮给她 对不对 反过来 我们的妈妈 妈 家人 她们都做煮饭洗衣服的东西 她们是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爱 在这种爱 忍不住不去服侍 我经常跟我老婆说 为什么阿湘 你常常帮BangBang Katy洗碗呢 她们自己做完的东西 就由她们洗 让她们负责任 然后阿湘就说 你别理我 我想表达我对她们的爱 就是这样 我说 你表达你的爱 可不可以不要中她们 有时我老婆 很爱小孩子 她想为她做些事 表达这种爱 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们说 我们更生对神的爱 你发现 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动力 特别我觉得 我们信了耶稣 十年以上的大兄姐妹 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要悔改 有时你不要忘记 我们常常叫悔改 就是不要怪我们 因为如果没有悔改 我们很容易落到宗教 我们很自然的位置 一来到弹吉他 就会弹吉他 拿一支咪就会唱歌 大家站在那裡 就会卖位 久而久之 我们就没有了一种熟灵的真 没有了一种自己看自己的 生命里面要悔改 我要更加要检视自己 有没有软弱 有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了爱 我们整个现在坐在那裡 我们教会 就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地方 我们只是一个宗教的聚集 我们不想 我们成为一个宗教群体 Amen 所以说到这些 我想特别讲一下 为什么星期六晚 我们有一个东西 我只能用东西来形容 那个叫come away 星期六晚 我们在马可流 有些人问我 是什么离家 是否祈祷会 我说不是 那这个是什么离家 是否敬拜聚会 我都说不是 祈祷会就是 一个月一次的星期四 那个是简单来说 我终于想到一个terms去形容 那个叫熟灵的spa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spa呢 就是你去旅行 摊在那里 一整一餐东西 你给了钱之后 发觉很爽啊 就是那些 就是你轻轻有些排毒 去死皮 你总之可以 在神的同在里面 去更生你的爱 完了之后 你发现 咦 我浸淫在上帝同在当中 我发现我 有一股香味 有一股熟灵的味道 你明白吗 不是有什么目的的 那星期六晚回来 我有什么目的 这个聚会的 purpose 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 未必一定有 purpose 有时候爱 是不是很有目的 这些通常结婚 老夫老妻 我们今天出街 去哪里 去喝茶 又喝啊 陪我去看东西 看来干什么 现在一个星期五次 还去 我们又不是搬屋 又不是什么 不要去啦 有时候我们几分之后 那些人 都会每一样东西 都看目的了 但是想想 会拍拖 会不会讲目的 喂 我们今天出街了 你会不会听到 先传个 agenda 来看看呢 那我传给你 我想我三点半 就想在旺角围见你 但就很想和你一起走一街 虽然旺角人很多 但正正是一个好的机会 在人堆当中 我可以紧紧地拥抱着你 跟着我想在这么热 和潮湿的天气里面 我们走九个字 应该很湿的了 跟着正好时间 我们就去樓山 吃个甜品 清凉一下 等到我和你两个女儿 心心相印的下午茶 你会不会写一大堆 才约上街 没有人这么傻的 正说 不要紧了 总之和你一起去哪里都可以 当然是这样 即是你真的有种恶 那种 你会不会每一次 情侣拍拖出街 今天的 purpose 是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 两个热恋中的情侣问 这些问题 没有那么傻的 但通常结婚来的 就问这些问题 所以你明白 一结婚这两夫妻 一有这些对话 等一会儿又要出来了 哈哈哈哈 再赶紧给一张方法 你报复复复的 哈哈哈哈 其实跟神的关系也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没有问 有没有 哇 神啊 你今天回来做什么 有什么 purpose 有一个家庭里面 有什么 purpose 两夫妻和子女今晚出去吃饭 有什么 purpose 没有的 一家人就是想走在一起 有个爱的时间 所以我们真的信了耶稣 十年以上 不知道有多少 有没有人信了十年以上 等一下 求主帮助 我第一个举手 我自己都要悔改 有时候太有经验了 不用说多少 你就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一开始听牧师讲 一开始你就已经想到他讲结尾了 一唱那首歌 你也听过了 有很多时候 我们用经验 限制了我们的爱 所以为什么呢 那些夫妇CAM 我们久不久搞一次呢 其实里面的内容 没有什么新鲜而已 只是制造一个机会 给我们更生我们的爱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 很重要 有爱之后 就真的需要有恩赐 刚才我说的次床 不能搞错 爱之后要有恩赐 圣经说 刚才我说了 你们都是如此 既是切勿淑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请你记住 恩赐是要做什么 造就教会跟我说 恩赐是为了什么 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讲很多恩赐 超过22种恩赐 有些叫做超自然恩赐 有些本性的恩赐 有些动机的恩赐 在不同的经文里面 这个书有讲很多 前书有在义乎所书 分别都提过 加上二十多种恩赐 就是说你和我 是有不同的特色 不同的才能 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恩赐 记住是这样 恩赐是为了做什么的 造就教会 建立的恩赐 既然神给我们的恩赐 譬如神给你一个行政的恩赐 圣经说是自理事 可能你走过来跟我聊天的时候 哇 三牧师 这么脱脱漏漏的东西 因为正正可能 我没有自理事 你一跟我聊天 一聊天 你就会发现 咦 可能有些事情 这样做会好些 其实简单来说 你一下子 你就会看到什么 需要可以做好些了 一定是两面的 你的恩赐 你的恩赐 很容易 第一个反应 就是会看到问题 因为你的恩赐 有些做时装的那些 一眼就看到 咦 你这样的配搭 好 需要改变一下 阿珊 所以有些人 就会送些衣服给我 所以我很明白 这件衣服 你穿起来年轻一点 其实那句不说 平时你穿起来有好阿叔 阿珊 所以不是送年轻一点 给你 有一次有人送一包柴 给我 做什么 你拿来煲水 煲水洗头可以生发的 有人送霸王 阿成和广告那些 很明显 为什么 他看你不顺眼 不是 就是他很爱我 或者他看到一些东西 我自己看不到 我看不到我这里没有头发 或者看不到自己这样 恩赐就是这样 你教导的恩赐 有不同的恩赐 你会第一个反应 你就会看到一些现有境况里面的不足 真正 真的 请你不要觉得有问题 下一个 我下一点会说 就是怎么回应 神仓做我们这么多人 就是要百折各案各绩 正正因为我有些没有这样的恩赐 我需要你 Amen 正正我们当中 有些代言之母 你又是没有这样的恩赐 所以我们需要坐我们隔离前后的人 我们需要一起 我们需要小组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 晓菲 对不对 所以不如你帮我一个忙 和你教导说 我很需要你 你都需要我 好 当我们有恩赐 其实帮我们看到 发现到需要 发现到需要之后 我们就要行动回应需要 所以渴慕服侍 渴慕服侍 渴慕服侍 原来渴慕堵住破口 渴慕三一神 渴慕他的说话 渴慕说话 渴慕爱 渴慕爱 渴慕 明明的次序 整个次序是这样的 渴慕服侍成为神的领袖 兴起来服侍主 Amen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有些人回教会 或者教会 不太想服侍 可能有些人觉得 在服侍里面 我会受伤害 又或者有些人说 我不是没有服侍过 服侍过好像觉得很辛苦 要受伤 这点也是下一点会说的 但我想跟你说 服侍就是因为爱的动力 你看到有问题 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的 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的 你见到有个纸巾在地上 有个骚髒的东西 那些东西不会自动消失的 总是有人清理它 它才会消失的 同意吗 你见到一个群体有需要 有缺欠 讲得直接一点 有些问题 有些不算那么好的东西 那些东西不会自动消失的 是要有些对的人来处理它 才会让它能够改进的 Amen 教会如是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人 有敬拜有人唱歌 是有人预备了 是吧 为什么有人预备了 为什么有人预备了 所以我很想鼓励 可以让我们一起兴起 一起来服事 一人起码有一个服事 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参与到 做私事队 帮我们做音响 帮我们做社区探访 关外事工 你说不是 我也有点音乐才华 来吧 加入我们的师班 做我们不同的事工 我说我对人很有兴趣 来吧 装备你做小组 我对圣经很有兴趣 我不懂我教你 装备你成为圣经的教师 我们很需要兴起 弟兄姊妹 来到一起去服事 但正正 服事真的是一个 容易受伤的地方 你不服事 可能好好的 但是服事是一个冒险的 为什么 你坐开自己 和一帮人一起 正正就是因为 这些冒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咦 为什么我会那么 那么疯狂 为什么我的个性会出来 我明明想为神做 但是他又为神做 我们两个的出发点都很好 但是走在一起之后 为什么会难相处 难夹的 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 要渴慕活出主的生命 我们需要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像父神 当我们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距离耶稣的榜样 这么遥远 我觉得我挺OK的 我觉得我自己也挺遥述人的 但原来 竟然有些东西 我拿着心理 很难放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 都没有什么 突然跟他合作之后 我发现 我会变成 我会变成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被冒犯 我上早就说 乔高乔说 不要这么容易被冒犯 叉烧饭好吃 叉蛋饭好吃 被冒犯不好吃 如果不是走在一起服侍 你不知道 你没有机会 去看看自己的生命当中 还有没有东西 可以被挑起出来 所以其实服侍是一个极度好的机会 做自我成长 只要你整天问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这样 只要你整天问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我刚才会这样说话 为什么我会这样反应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情绪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有这样的眼光 当你懂得问自己的问题 那就是主了 你就越来越活出主的生命了 Amen 当你发现 不知道你有没有人 从来不问自己这个问题 只要问 为什么他这样 有没有是这样的 只要问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 为什么他这么麻烦 如果你只要问 人家为什么他这样 而不问自己 为什么我这样 请你散会之后 这地方都是预给你的 是的 所以今天可能整班 都不用出来 全白行都有你的 好了 好了 当我们越来越似神 你就发现我们渴慕那种 知识见识更多 知识见识 知识我们说 渔文叫Yada Yada Yada的意思就是 好像两个人水雨交用 圣经形容亚当和夏娃 他们的认识 当亚当认识了 原文就叫同房 同房 即是他们两个有夫妻关系 接着就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 生了哥恩阿伯 原来这个同房的意思就是 认识 哇你说 咦这么咸色的 不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 圣经的形容词 告诉我们 那种的认识去到 已经再无阻隔 深深契合到 好像两夫妻一样 那种默契 就是等于 有人跟你说 哇 哪个哪个这样的问题 不是啊 我认识了他二十多年了 我对他的认识很深 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我可以作担保 可能你误会了他 因为你对某人 认识得够深 你对他的信任 对他的那种确信 很正式 问题是 我和你呢 认识神 有没有去到一种 深深到好像 两夫妻那样 但最惨的 那些两夫妻 都觉得我自己 没认识对方的深 所以又要来 呼呼 才认识 那种认识是一种尽深 令到我们能够 有一种知识见识 这种见识 如果我们没有在磨练里面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原来我不知道 自己信了耶稣 这么多年 有些时候 我是知道而已 我去不了 上次我和你分享 一个社记的经验 当我自己都觉得自己 挺OK的时候 可能危机就是这样 当我都觉得自己 挺好的的时候 原来可能自己 已经失去了一种的谦卑 一种的爱 未被更生 有时候 当我出现情况的时候 自己第一个反应 为什么他这样 而不是问 为什么我这样 可能我有失去一种 的单纯渴慕 到最后 渴慕主在来 更美的家乡 和天堂的基业 最后我们一起 读这三个经验 好吗? 一二三 来吧 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他们却欣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便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可以得着不能扭坏 不能添乎不能衰残 为你们传留在天上的基业 我们到最后一定要渴望一样东西 就是主的再来 渴望耶稣的再来 做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看两卷书 创世纪的启示录 不可以不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完成了一本启示录 我估计大家认认真真去看 真的看不明白 上网学习或者买书去看 因为圣经讲活后的日子 我跟你真是活在末世 有一个很大的警号 是以色列復国1948年 已经是一个进入一个很重要的哨头 再加上不要讲圣经的学者怎么讲 科学家都这么讲 现在地球暖化 2035年又说冰熊沙 2025年又说这样 一会儿环保学家又告诉你 地球一路一路就不行了 粮食有危机能源有危机 那些经济学家就吓死你了 现在QE3、QE4 一会儿QE5、6、7、8、9 那些经济一推下去骨牌效应 全球又大通胀 恶性循环 那些医学家又告诉你 有什么极严重的瘟疫 那些地震学家又说 你看地震天然灾害越来越厉害 那些16级台风又扯台湾 又打这些密度 你看看这些新闻 50年前没有这么严重的 那种破坏度、力度 我随便说一下 其实说完自己的心都不不跳 所以如果你说我们做基督徒 圣经已经明明指给我们看 我们已经是活在末期 所以我们应该比任何人更有准备 Amen 所以圣经 如果这些说话 不需要你和我知 启示录就不写给我们看 是不是 所以有人问 究竟有没有UFO的 有没有外星生物的 是不是 有没有人问这些问题 很简单的 神不需要我们知道的 他就不写在这里 等于以色列的历史 耶稣的家谱 都不是每一代都写光 他只要我们清楚 我们要知道的东西 相对 如果启示录的灾害 我和你不用经历过 他就不会写在圣经里面 写得出来 拜托我和你 要好好预备自己 Amen 真的好好预备自己 不要等到到时 真的灾害来到 突然间可能 天灾 或者最后的审慮 死了我还没准备 怎么这么严重的 怎么这样的 我不想大家没听过这些 现在很多很大的教会 在香港如是 在美国如是 在新加坡 你刚刚去看 有一家最大的教会 三万多人 全部不讲这些 巴姆斯诚说 那些叫做grace only 只是讲恩典的教会 英文叫antinominism 废法主义 只是讲这些东西 你好大家好 再分吗 不要紧 分前升下位 哎呀 这些不要常常提了 祝你耶稣祝福你 爱你爱你 赚到钱 哎呀 越富贵就越祝福 是啊 接着就签多些香油 在教会 哎呀耶稣又爱你 这样 就是奉献多些 然后祝福有钱人 就是贫穷的 不要理他了 就在一群 总之这些有名望 有高位 我爱你了 哇 我见到美国 见到新加坡 见到 甚至有些香港的地方都是这样 他很可怜 你看耶稣常常鼓励我们 是怜悯贫穷人 同不同意吗 孤儿寡父 那些罪人没有人理他 那些我们要不要理他 我们要理他 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这种爱的更生 就是悔改的道理 揉着十字架 为耶稣 就算有人不同意你 欲骂你 但是你要顶住 弟兄姊妹 香港原来是很自由 我去完新加坡 我才发觉新加坡 我以前以为 只是不准吃香口交 那么麻烦而已 原来现在知道 连说话都可以这样的 哇 他们的教会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们原来比起新加坡 很大自由 所以求神帮助你和我 渴慕神 第一样东西 渴慕三一的神 知道吗 第二渴慕神的话语 渴慕什么 渴慕神的爱 渴慕什么 渴慕 求神给我们 渴慕服侍 Amen 渴慕服侍主 还有什么 活出主的生命 活出主的生命 还有呢 渴慕什么 知识 见识 慢慢跟他那种的关系 进入一个更加 有实在的地步 最后渴慕主在内 让我们一起起床 今天呢 其实一直在说灯山部分 都是一个非常浅的道理 但是月体我自己发觉 是很深的道理 就好像很简单 你去耀书人 就很简单 叫那些小孩 你努力就会有好成绩了 说到口水都干 他勤不勤力呢 说到口水都干 他怎么去珍惜 工作 家庭 其实全部都不是一些很深奥的东西 是要行出来 听到就要行到 分教会 其实就是一种的爱的体验 容许很多的错误 但是只是我们在这个家里面 有爱有包容 有摇树 一次两次 耶稣说七十个七次 其实的意思就是说 总之我爱你 爱你 等你 等你 接纳 接纳 耶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浪子的爸爸没有放弃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放弃自己 Amen 不要说算了 我也是不行的 算了 没用的了 其实我们可以 在神眼中 我们也有一个的照明 求神帮我们今天重燃我们这种渴求 重燃这种渴望 不管你信了主一年 信了主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福兴教会准备进入四十年 下年 可能你回到教会四十几年 福兴教会 但是没所谓 你当今天是第一日开始一样 求神帮助你 来着这首歌可能你唱过一百次 让来着这一次 重新开始用心里面唱 好吗 心切切可不宁 感恨疲乏无谁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